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今天就是聖誕節 首先要恭祝各位益友聖誕快樂 昨晚平安夜為什麼沒有上片 純粹是因為我不舒服 所以趁機休息了一晚 今天這一節有什麼想說呢 就是想說關於馬雲的遭遇 昨天大陸官媒新華社報導 說市場監管總局收到舉報 於是就依法對阿里巴巴集團的 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 進行立案調查 何謂二選一呢 其實就是阿里巴巴集團 他們經營一些網購平台 他們就要求那些電子商戶 當選定了他們的網購平台合作之後 就不能夠再去其他平台那些開業 這就為之二選一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個所謂二選一究竟是否牽涉到 所謂壟斷的行為 我也是有疑問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雖然阿里巴巴長期以來 都是堅持著這個二選一的市場策略 但是始終來到說 馬雲或者是他旗下的那些集團 始終是沒有排除到任何的潛在市場 競爭者入場 只不過是那些電子商戶 他們是貪方便 或者是貪你這個平台救人多 於是和你選擇了合作 但是這個二選一策略的本身 其實就沒有排除到任何的潛在市場競爭者 他們要開設另外一些網購平台的機會 照樣是可以入場的 而且那些新的網購平台 也都可以採用這一套的二選一策略 馬雲也沒有說不准你開 所以你說這個是否真的牽涉到壟斷的行為 我是有疑問的 其實這些所謂二選一的市場策略 在某些外國平台一樣是存在的 故此你要證明某一家的企業或機構 他真的涉嫌壟斷市場行為 就需要更多的證據才行 除此之外 阿里巴巴用了這個二選一策略 都是很多年 那麼多年以來市場監管機構在做什麼呢? 早不說遲不說 來到現在這一天才說 難免就令人質疑 現在是不是趁機找些借口動馬雲那樣的意思 好了 至於彭博昨天也報導 就說螞蟻金服被割至上市之後 馬雲自12月初已經開始逐漸淡出公眾視線了 根據支持人士爆料 就說大陸當局建議馬雲要留在國內 某程度上就是被限制出境了 所以說 就算做到全國首富又如何呢? 當日馬雲意氣風快地說 李嘉誠的年代已經過去 為什麼我常常反覆提這句話呢? 因為他真的說得過頭 始終說 李嘉誠所建立的基業 絕大部分都是出自於健全的資本主義制度 是受到法治的保障 尤其是他在過去二三十年 不斷地投資一些外國的基建 或者是公用事業等等 當時很多人都不明所異 我記得當年很多的報紙專欄作家 就猛這麼低 就說你買這些東西賺得很少 你不要理人家賺多賺少 但是人家賺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賺了法治的保障 這件事就是馬雲所賺不到的東西 現在就個個在這裡讚嘆 誠哥是高瞻軟足 事實上就是目光比起普通人遠大 好了 現在馬雲你又如何呢? 你曾經是做過中國的首富 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 不過那又怎樣呢? 連出入境自由都好像受到限制 就算有一段時間 他在資產值上高過誠哥又怎樣呢? 那是名義上的 實際上是怎樣大家心照 大家看看中國的富豪榜 過去的二十年以來 那些人經常一批批地換 那些面孔經常換來換去 到底這個背後意味著什麼呢? 你香港的富豪榜都不會經常大換班 就算是其他的新興市場 都未至於會出現這些現象 現在經歷過一連串的事件以後 到底馬雲還能不能夠榜上有名呢? 都成為疑問了 那馬雲現在的遭遇 究竟是反映了什麼呢? 第一件事 就是馬雲已經不再受到中共的領導階層信任了 因為馬雲之前在十月尾的時候 竟然間在上海一個論壇之上 竟然間公開地當著一些官員的面子 來批評大陸的金融監管體制 他當時就說 今天就是出現了一個情況 這個不行 那樣不行 那樣的文件就太多了 政策就太少了 最怕這麼多的監管 到頭來就變成沒有了風險 當然啦 部門沒有風險 但是整個經濟就有不發展的風險 他說這番說話背後 其實就是有一個隱喻 就是他想促進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 這些就是觸碰到大陸的紅線 因為你本身那家企業 就已經做到所謂大到不能倒了 支付寶裡面的存款 比起四大國有銀行還要多 而且你那家集團 就掌握了很多民眾的大數據 民眾平時去哪裡出行 去哪裡吃東西 怎樣來購物 這些全部都被你掌握了的時候 你竟然間又去提出 又說要這樣改革 那樣改革 這些東西就會對於政權 構成了很大的心理威脅 其實這件事 就跟當年法輪功的事件 有點類似之處 當年的法輪功 就收納了很多信眾 本來各地的人去練功 都相安無事 但是有一段 他們去了北京那樹 是示威 一示威的時候 就招致到整個政權的對付 其實馬雲也是這樣 你本身大賭不能賭 他都未曾出聲 但是你去出聲公開作出批評的時候 就變成像自投羅網一樣 就給了一個機會 政權去動自己 當然 他在十月尾作出的這番批評說話 究竟是導火線還是借口 我相信兩樣都是 為什麼說是借口呢 就算馬雲當時沒有說過這番批評也好 他大到不能賭的情況下 他遲早都會被動 這是差遲早的問題 只不過就是馬雲去口多作出批評的時候 他就提早觸發這件事 將結局提早上演 第二件事就是 馬雲到了歸還的時候 當然香港有很多人崇拜馬雲 就覺得他有個人的本領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馬雲我不會說他完全沒有個人本領 如果沒有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爬上到現在這個高位 但是他現在搞個集團搞得這麼龐大 純粹是因為他自己的個人本領 還是其實是要依附那個政權 靠那個政權默許他做一些事情 他才可以發到這麼大來做 是不是 他現在所建立的基業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靠那個政權的 如果馬雲去到外國發展的時候 首先他就要面對一個開放的金融市場 他能不能夠發展得到一個這麼龐大的企業 是很有移民的 現在他不需要面對著外資的競爭 條件這麼優厚 是誰給他的呢 是黨給他的嘛 而且他現在這個阿里巴巴才是受查 之前其實監管當局某程度上都是隻眼開隻眼閉的 因為你這個二選一的策略已經行很多年了 當初隻眼開隻眼閉的時候 這些東西又是誰給他的呢 又是黨給他的嘛 所以現在究竟是不是要收回來呢 就算是要收回來 馬雲也曾經是叱冊一時啦 是不是啊 都風光過啦 那我就覺得是 這個是歷史的必然來的 因為這個就是反映得到一個共產國家的本質嘛 事實上 以前這個封建時代 中國的封建時代 就叫做家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率土之賓莫非皇臣 一直以來都不是很有私有產權的概念 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的富商都被皇帝抄家 我在網上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比較 有些網民就把沈萬三和馬雲作為一個對比 沈萬三是何許人呢 就是這個原末名初的富商來的 他就憑著自己的本領 富甲一方 甚至乎被朱元璋說他富可敵國 於是當然就是惹來了朱元璋的差異啦 因為朱元璋連黑衣都做過 他生性就很多疑的 那麼這個沈萬三是有錢到一個什麼的地步呢 那當年朱元璋就說要重修北京城 要求這個沈萬三呢 是支付三分之二的款項 結果他真的拿得到錢出來 而且還有餘款來獎賞那些軍人 於是乎引來了朱元璋的不滿了 竟然間就說要將他抄家的 後來就將他流放在南方 那到底將來馬雲的遭遇 會不會好像沈萬三一樣呢 當然還是要看下去才知道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沈萬三是完全靠他自己的本事至富的 他沒有依附那個政權的 他不是靠朱元璋來起家的 那麼問題就是 在馬雲這個個案裡頭 其實黨某程度上就是幫了他一把 如果沒有黨存在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馬雲呢 這件事我是很大的質疑 好了 就說回私有產權的概念 其實私有產權這個概念 是自從改革開放之後才是再萌芽的 有了都不夠半個世紀的時間 以前封建時代就叫做家天下 因為整個天下都是屬於皇帝這個家族所擁有的 現在有些評論員就會認為叫做黨天下 這個天下就是黨的擁有 如果真的黨天下的時候 馬雲現在所經歷的遭遇根本上就是很合理的 就是很順理成章的 所以真的不需要有什麼詫異的 馬雲不是第一個 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因為始終大陸走的那套就不是叫做資本主義 而是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是這樣來操作 這個就是很難走得出歷史的軌跡 所以馬雲當年說的那句說話 就說李嘉誠的年代已經過去 李嘉誠的年代怎麼會無端端過去呢 他很多資產都是受到法治的保障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